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新世界唱学网的杨梦尼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学习NR红宝书词汇金像 第15单元 第三部分的单词 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 首先捏住是这样的汉词 当然我们大多数的时候看到的都是不写汉词的 就是你有身体的意思 就是拧这个盖子 盖子变成FTA 狙来来来自于哪个动词呢 就是来自于NERAU这个动词 NERAU是他动词形式表示瞄准 瞄准以什么什么为目标或者呢 会自时机 就是 遥准以优胜为目标 惠准时机的意思 这个人一直以来都是瞄准 比如说部长のポストを狙っている 部长のポストを狙っている 它是瞄准部长的职位 瞄准部长的职位 部长のポストを狙っている 那么再看它的名词形式 狙来 瞄准目标 目标 比如说 狙来を定目标 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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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词形式 自动词形式是 定目标 自动词形式 他们是一对体 自动词形式 狙来が当たる 狙来が当たる 当たる 自动词形式 目标得以实现的意思 目标得以实现 当たる 那么它所相对应的一个 他的字形式是 当てる 那我们通常会说 你猜猜看吧 猜猜看 他的字形式 当ててみてください 当ててみてください 请你猜猜看 如果对方答对了 当たりました 就是猜对了 或者说 中彩跳了 宝くじ に当たりました 当たりました もし一億円の宝くじが当たったら どうしますか 如果你中文医院打倒的话 会干什么呢 当たる 正好打中 当たります 狙いが当たります 目标对于实现 狙いをつける 制定目标 下面有一个词 叫做 あきす ねらい あきすねらい 什么意思呢 是表示 嗯 大家想想想看 ねらい 是瞄准 是瞄准的意思 而あきす呢 空的巢 也就是没人居住的房间 那么专门 那么专门瞄准没人居住的房间的这种职业 就是小偷咯 专门偷那些无人居住房子里东西的小偷 就叫做 あきすねらい ね 次 ねんのため ねんのため 是副子疗失 为了慎重起见 保险起见 ねんのためもう一度みなおす ねんのためもう一度みなおす 為了慎重起见 我再看一遍 为了慎重起见 我再看一遍 ねんのためにくりかえすて言う 為了慎重起见 我再重复说一遍 くりかえす くりかえして言う はい 次 のぞく 這個のぞくあい いかんなのぞくだ 肯定想到 有 兩個同意字吧 一個是這個のぞく 還有一個呢 就是後面的 除去的のぞく のぞく 先看前面一個 但前面一個啊 他有 會式的意思 偷看 也有順便稍微 瞧一瞧的意思 當然還可以做自動的指標示 露出 比如說 あなからのぞく 是從洞里面去看 すきまから教室にいる人をのぞく 從覆襲 從覆襲當中去看 教室里面的人 のぞく 這個詞 這個詞就念成 すきま すきま 那麼 我們常常說 要利用すきま時間 去做一些事情 去做一些事情 這裡所說的 隙間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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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指 就是指 一些 比如說 你去銀行等號的時間啊 你在地鐵上的五分鐘啊 或者走路的五分鐘啊 這個就叫做 隙間時間 那我們一定要利用這些 隙間時間をよく利用して 勉強してくださいね 一定要利用這些隙間時間 好好地學習 那麼因為你在平時呢 如果 靜靜心心下來 說 我洗好澡 食好飯 看好電視之後 準備 靜靜心心 用四個小時去學習 那麼這個效率呢 其實 還不如 すきま時間 來的有用 所以我們平時一定要 抓好這個 抓準這個 すきま時間 去學習 比如說利用這五分鐘啊 記五個單字 或記三個單字 效率是非常高的 好 再回到這個 本屋をのぞく 這個本屋をのぞく 可能會說 是偷去書店偷看嘛 不是的 它並不是偷看的意思 而是 而是 稍微看一看 順便看一看 瞧一瞧的意思 嗯 ちょっと見るで意思 ホームページをのぞく 這個偷看嗎 偷看這個主頁嗎 不是的 它是 稍微上這個主頁呢 去看一看 瞧一瞧 好 最後一句話 笑うと 白い歯がのぞく 這個のぞく 你看前面用的柱詞 是呢 那麼由此可見呢 它不是一個 擦動子形式 而是一個自動子形式 表示露出 一笑白色的牙齒啊 就露出來了 就露出了 潔白的牙齒 はい 同人一字的 のぞく 它是 出去不計算在內 にせいねんしゃおのぞく にせいねんしゃおのぞく 就是 にせいねんしゃおのぞく 它就是說 除去未成年人的意思 不安をのぞく 除去不安 除去不安 消除不安的意思 邪魔ものをのぞく 除去 擋路的人 對吧 有影響的人 不影響我們的人 邪魔ものをのぞく 邪魔其實我們也可以 作為名詞使用 比如說 我現在過來 是不是不方便呀 邪魔 對方說 うんうん 全然 沒有沒有沒有 你沒有影響到我 或者呢 有的人會說 あ 你不要擋在路當中 ま 通行の邪魔をしないで 通行の邪魔 通行の邪魔をする 就是說 擋路了 對吧 自行の邪魔をしないで 你都要擋在路當中 或者說 我們的挨拶 お邪魔します 比如說 你上別人車了 お邪魔します 那麼 去到別人家裡 要踏進去了 はい お邪魔します 那麼 如果當你離開了 對方的家 你可以說一句 お邪魔しました お邪魔しました 那麼 二級語法當中 其實包含了 這兩個語法 這兩個語法呢 其實它是 不會派生出來的 對吧 お除く 和下面的一個對譯 詞 是 お含めて を含めて を除いて を含めて 上面是表示 除去 下面是表示包含 比如說 私を除いて 三人参加する 除去我之外 有三個人參加 總共是四個人參加 還要上行 注意一下 我既然有三個人參加 我三個人參加 小中 私を含めて 我含めて 其實它是詞彙的一個語音 當然 以後是 言法出現在 言法的考試當中 大家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後ほど 很久 後 後ほど お伺いします 所以的 お します 其实是一个字签的一个句型 おします お伺いします 就是我去拜访你的意思 我稍后会去拜访你的 回过去的 お伺いします 那么把它换成 比较再字签一点的表达方式 我们可以换成 いたす お伺いします お伺いします お伝えいたします 这样的一个表现 ご案内いたします 我带你去吧 ご案内いたします 那么 有没有更字签的表达方式呢 也有 比如说 我们刚刚说的 ご案内いたします ご案内します 那么 可以把它换成什么呢 这个 或者呢 你可以换成 更字签的表达方式 有这样一个表达方式 我带你去吧 意思是三者不变的 那么最自签的是最后一种 最自签的是最后一种 好 再说说这个词啊 うかがい うかがい 其实这个词呢 是うかがい的吧 它是两个 たずめる的字签 一个たずめる 它弄字形式 表示 拜访 另外一个呢 是询问 它弄字形式 它也是念成 たずめる 大家听懂了吗 这个 うかがい 就是 两个 たずめる的字签 所以 うかがい 既可以解释成 拜访 也可以解释成 询问 那么这里呢 应该是 拜访的意思 就是我 稍后呢 我再去 拜访 稍后再去 去拜访的意思 那么有时候呢 我们在路上说 对不起 我想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 ABC 日本语学校在哪里呀 你就可以用 伺います 来 代替 尋ね 尋ねる すいません ちょっと お伺いしますが ABC 日本語学校は どこでしょうか 当然 你也可以 直接尋ねる すいません ちょっと お尋ねしますが ABC 日本語学校は どこでしょうか はい 次 後ほど お電話を いたします お電話を いたします いたします 稍後呢 我会再 打电话 注文 確認 二 乗り切る 乗り切る 表示排除困難 南極を乗り切る 排除困難 不景気を乗り切る 不景気を 是不景気的意思 越過 跨過 度過 不景気的 这段 这个阶段 不景気 我们还可以用 ふけーき 代表示 ふけーき 代表示 ふけーき 嗯 我们会说 这个 つきょう 的反译词呢 就是 こうきょう こうきょう 经济状况 还不错 つきょうき 的反译词呢 就是 けーき 乗り越え 乗り越える 穿过 越过 克服 兵を乗り越える 跨过 平壮 困難を乗り越える 跨过 困難 克服 困難 战身困難 乗り越す 乗り越す呢 有 坐过 困難 眠りして 駅を 二つ 乗り越して しまった 有 打了个堕 居然呢 坐过 两站 坐过两站 駅を 二つ 乗り越しました 乗り越しました 坐过一站 就可以说了吧 駅を 一つ 乗り越しました 坐过三站呢 駅を 三つ 乗り越しました 他同样 有越过 屏障 越过的意思 跨过 超过的意思 駅を 乗り越す 他是这样说的 次 乗り込む 乗り込む 那么我们都知道乘上车的话 我们是有乘车的话 乗る 那么如果是乗り込む的话 乗り越什么意思呢 就是进入的意思 乗り込む就是坐进去的意思 乘进去的意思 バスに乗り込む 坐进バス里面 一人で敵地乗り込む 一个人呢 就进入 进入敌人的这个区域了 乗り乗り込む 那么还有一些什么词 什么动词前面 什么动词后面 也可以加上 比如说 入り込む 进入 飛込む 这个是纵身 跳入 冲进 比如说 急に雨が降り出したので 近くの コンビニに 飛込んだ 突然下起来 所以我就冲进了 附近的 便利店面 去了 飛込んだ 或者说 这个人 疯了 燃えている日の中に飛込んで 自殺をした 自殺した 这个人的冲劲 正在燃烧的火焰当中 然后自殺了 自焚了 自殺了 飛込んだ 飛込む 或纵身跃入大海 海に飛込んだ 次 走り込む 就跑进去 跑进去 这个词念成 積み込む 積み込む 它表示 装入 装入 荷物を バスに積み込んだ 就是把行李 装进 这个バス里面 思い込む 思い込む 它表示 沉思 深深的认为 如何如何 考え込む 就是深入思考的意思 深入思考 是把这个思考 考える 再加深一个层次 考え込む 沉思 进入状态了 进入状态的层次 升级 次 乗り過ごす 也表示 坐过站 跟前面的那个 乗り越すの 有一个意思 是一样 坐过站 うっかりして 乗り過ごした 所以 有一个 うっかりする 这个词 我们可以记一下 例如说 うっかりして 同じ本を 二冊も 買ってきた 说 一不小心呢 四里糊涂的 买了两本 同样的书回来 うっかりして 隣の人の手に 触れていった 我一不小心呢 我就 判触到了 旁边的人的手 对吧 这个 触れていった 触れる 这个字 它是 判触到 判触到 触れる 这个触れる 然后呢 其他的 其他的就是形式上 比较像的 比如说有 しっかり しっかり あれも すっかり がっかり 这些 都是比较像 うっかり しっかり がっかり すっかり 意思上 是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 しっかり 我们这样听到什么 しっかりしろ しっかりしろ 就是说 你坚定一点 停住啊 しっかり この子は なかなか しっかりしてるね 这个孩子 好像挺稳重的 挺懂事的 挺努力的 都可以叫做 しっかりしている 那么 比如说 しっかり 食べようよ しっかり 食べてね 你要 多吃点啊 好好的吃啊 すっかり 完成 比如说 好久没有回 故乡了 一回到家乡 发现 すっかり 変わりました すっかり 変わりました 完全 变样 すっかり 完全 がっかり 这字呢 全班都及格 就我一个人 不及格 がっかりした がっかりした 灰心 両气 完全両失 信心 垂头 両气 がっかりした がっかりした 那么这些 相关的单词 啊呦 ノリスコス 派生 出来的 呃 うっかり しっかり すっかり がっかり 思い出 要 老老的 记住 这些字的 区别 はい 次 はい はい 是灰的意思 はい なる的话 是呃 成为灰 はい になる ばれ 是 至死 的意思 这里的 煙灰缸 叫做 はい ざら さら 是盆子 はい ざら はい ざら はい し はい し 是 廢止 廢除 的意思 比如说 きょれはいし 现在在 很多的公司呢 都有这样的 一个规定 就是在 呃 逢年过节的时候 禁止 互相送你 きょれはいし 那么 废除 工件 制度 也可以叫做 はいしする はいしする 当然有一个动词呢 我们在二字当中 也会学到的 自动自行式 表示 废除 或者不再流行 叫做 すたれる つたれる 被除不再流行 这个我们了解一下 はい 次 送気 就表示保存保留的意思 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再一个单词 拝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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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字書 拝借できませんか 我能够 记一下这段字典吗 其实它的意思啊 就等于是什么呢 就上面也讲了 就等于是 借的意思 就是借金 も借りる 也就是 この字書を 借りてもいいですか 的意思 只不过是比较 自签的一种说法 我们说在日语当中 自签的表现呢 也就是为了 压低自己的身份 从而 抬高对方的身份 所以你要清楚 自签的作用 是压低自己的身份 所以是用在自己身上的 所以这个拝借 一定是用在自己身上的 对方的行为 是不能够用的 那么再来 教えを拝借したいのですが 我想您帮我出出主意 就是我想 借一下您的智慧 让您帮我出出主意 出出点子 那么还有两个词呢 是 有点相近的 比如说这里的 拝見 拝見 其实中国 中国 中国当中也有的 对吧 或者说呢 这个 拜读念成 嗨毒 嗨毒 拜读 那拜读肯定也是用在 自己身上 不能是别人说的 所以当 有些中国 我们有些同胞呢 其实也是 会把 这些词啊 就用错 日本人有时候 也会把这些 签语啊 敬语啊 用错 就是一样的道理 就比如说 有些人就会说 这是我出的书 请你拜读一下 拜读一下 那这个拜读 用的肯定显然是不对的 对吧 只有我 拜读了您的大作的时候 才能用 我 自签的表现 嗨毒 嗨犬 还有嗨咳咳 性质都是一样的 都是用于自己的动作上 好 那么这个单元的单词说明呢 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待会就进入 练习的说明部分